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現在是晚上時間是八點 那我們即將今天開始今天的技術介紹 那今天的時間總共有一個小時 但是這個一個小時的時間其實不太足夠我們做手把手的教學 所以今天的分享主要是會著重在 Ubenture Snap本身這個技術上的一些介紹 以及提供一些入門的資訊 所以大家可以透過線上的資源進一步的進行操作 那今天主要的目的是給大家一個概觀 那告訴大家目前最新的一些技術發展 所以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留言詞影片去詢問 那我會線上就直接回答你們 所以呢我是Ref Tsai 然後我現在在Caonical服務 那我現在的職位是技術架構師 那Caonical是Ubenture後面的這家公司 那Ubenture是Caonical的其中一個產品 但是Ubenture本身是一個開源的項目 所以其實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開發者會加入我們來一起開發這個一個開源的項目 那在目前呢 Ubenture其實是一個非常多人使用的一個平台 在這個時代裡面你們可以看到其實我提了一些 一些常見的比較知名的項目 他們用了Ubenture或Ubenture Co 來當作他們的開發環境 那目前在全球總共有三萬多個開發者 三百萬開發者 那這邊提到幾個主要的項目 Ubenture做為默認的操作系統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上面的開發工具相當的齊全 而且開發環境相當成熟 那這個是在產業裡面所用到的一些公司 所以Ubenture其實它的可以應用的範圍相當的廣泛 從雲端到所謂的Edge Computing都可以使用 所以如果你從Slide上來看的話 在最左邊的部分 Cloud的部分 我們目前已知的這些公司 像Oracle,Netflix, Dropbox這些其實 甚至亞馬遜 這些其實都是Ubenture的愛用者 現在的部分是一些operator 像AT&T,或是像Cisco,NTT,大laborator 也是使用Ubenture cloud Ubenture server 作為一個他們的環境 那最右邊是Edge的部分 Edge的部分就是像IoT 或是Smart Gateway 是這樣子的一個應用場景 所以像一些筆記本電腦 Dale或者是說HP 這些可能之前會佈露Ubenture的產品 那另外有一些像過去也有 像DJI的部分 他們也有使用Ubenture 作為開發的一個環境 所以他們有幾個產品 上面是Prelote Ubenture 然後作為一個開發環境 讓使用者作為開發環境 還有55%的那種Private Cloud 使用OpenStack的Private Cloud 使用Ubenture 那我們先挑下一頁 那這個是在IoT的部分 目前有使用Ubenture的一些產品 像最左邊這個是剛才提到DJI 他們的Smart Drone Controller 用的是Ubenture Playform 那Robotic Bosch 或Intel 這兩家公司其實用的是Ubenture 那Home Gateway的部分 有像QNAP 或是WD Labs 然後Advantec Dale 這些有出IoT的Gateway 那最右邊這個是D2Sign 就是數位顯屏的部分 Bosign 還有我們這種海外的一些合作夥伴 那這些在這個slide上面沒有提到的 像特斯拉 這個電動車 他們用的平台可能是NVIDIA 但是他們的操作系統 有部分是用Ubenture作為開發的 目前市場上 如果你看 甚至在北京的地鐵上 你都可以注意到 其實有一些數位的顯屏 它大概現在全世界市場 大概有40% 用的是Ubenture作為它的操作系統平台 那至少有 10萬台以上的螢幕 是使用Ubenture 比較大的一個消息是 Macus of Windows 在Store上面放了一個Ubenture的版本 他用了一個Ubenture 應該說是Ninus Share的Interface 所以你可以在 Windows的環境裡面去把Ubenture share 那對於開發者來講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 以及因為它可以不用 呃 如果它本身不是安裝 Native的Ubenture 它可以在Windows裡面 直接去使用Ubenture的開發環境 包含Build environment等等 這些基本上都可以使用 那最近 那 我相信現在在線上的這些聽眾 應該有蠻多都是Ubenture的使用者 那接下來我會來介紹一下 這一個 今天的主題之一 就是Ubenture Snapping 來介紹一下什麼叫做Ubenture Snapping 以及它跟傳統的Ubenture環境 有什麼樣的差異性 呃 簡單來講啊 Ubenture Snapping是一個新的 呃 軟件包的格式 所以在過去大家傳統會使用Ubenture的時候 可能是用Applicate 這樣子的命令來裝軟件 那 Ubenture Snapping是基於之前Ubenture Phone的一些開發經驗 所延伸出來的一個新的技術 那我們整合了一些新的概念 讓 分發軟件變得更容易 打包軟件也變得更輕易 可以做 更多的 在Ubenture Snapping上面所有的 所有的 軟件 呃 透過下面的這幾個這兩個Link 你們可以點進去看 其實現在有蠻多軟件是可以使用的 那 這個這頁裡面 最左上角啊 有 Jenkins 然後有RocketTrade 這幾個平台 來講 有一些比較知名的軟件 像VLC 或是像RocketTrade這些軟件 都已經 都已經有 呃 放到 Ubenture的Store上面 那透過Snap這個命令就可以直接安裝 是 我們每個月啊 都會發布一個比較熱門的一個軟件 的列表 那 就是頭十大 那這邊是七月份跟八月份的 呃 呃 大家下載比較多的軟件 那左上角是Gimp 這個大家可能比較知道就是它一個 它是一個繪圖軟體 那第二名是Warrong 它是個蟲洞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可以讓你在 區域網路內 呃 可以很快的去分享 呃文件 那右上角是Waken Waken 是一個類似Kabambo的一個軟件 所以你可以像是 呃 如果你們有用Trade的話 它比較像是一個Trade的介面 但是它是開源的 那 那 右下角是Blockets 這個是一個 呃 Web Design Interface 那這些軟件啊 呃 你們都可以透過Ubuntu的Software Center 它是一個GUI的介面 可以透過這個 呃 Glund的Software Center 直接去安裝 或是你用命令列 命令的話是Snap的命令 你可以用Snap install 去安裝這些軟件 然後再提一些本地比較 我特別喜歡的 呃 這兩個是 這兩個是我們國內的開發者開發的 那這一個是微信的客戶端 它是一個桌面的一個客戶端 那你可以透過Snap install 然後裝一個微信的 它其實是一個Web版本 但是它打包的挺好的 它是用Electron 這一個Web Framework 打包的一個一個 一個軟件 那你可以在link上面 就可以透過這個軟件 連結上微信 好 下一個是豆瓣FM 這個也是同意開發者開發的 呃 你可以在Webuntu上面直接 Snap install豆瓣FM 然後你就可以在 在桌面環境去聽 那這邊介紹的幾個啊 都是比較偏向桌面的一些 一些軟件 那其實Ubuntu的部分 Snap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裝在 很多種不同的環境上的 包含了桌面 包含了Headless的IoT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當作 Digital Signature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 呃 作為一個Full Screen的App 然後來做 呃 呃 廣告看板的一個應用 那接下來稍微提一下 Snap技術架 就是我們 我們應該進一步來理解 嗯 Snap跟傳統的APD GAT 有什麼樣的一些差異性 那什麼是Snap的封包呢 Snap的封包啊 軟件包 它其實是一個 Squatch FS的 的文件系統 OK 所以它被安裝起來之後啊 它是一個 圍堵的 然後是一個 Self Content 然後是一個 Confined的App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 傳統的APD GAT的時候啊 大家可能有一些經驗 例如說 你使用PPA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一些相異性 你例如說 你要安裝 Qt的Q5 你可能會安裝 Q5的Application 你可能會安裝到很多 Qt的Library 所以其實我有一些相異性 你必須一口氣的裝進來 那我們常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 如果我裝了特定的PPA 如果我裝了特定的PPA 它可能會相異到不同的Qt library 有時候這些相異性呢 就會造成你的軟件 因為有不同的函式庫 結果造成它 沒辦法正確的啟動 那Snap的一個概念是 我們希望把這個軟件 所相依到的一個 這個Library全部都放到 同一個軟件包裡面 去去除這個相異性的一個限制 那Snap它會被跑在一個 非常簡化的Ubuntu的環境裡面 所有的相異的Library 都必須打包進Snap 所以它提供了幾個 比較有趣的東西是 這一個壓縮的 SquishRevice的FileSystem 它提供了幾個比較有趣的功能 第一個是它可以做 全新的updates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每一次在裝的時候 過去你用apt-get update 的時候 它會去拉很多很多個 可能數十一個軟件包 包含它所相應到的Library 但是在Snap裡面 你只要用Snap install 你裝的時候是把整個相異性 全部拉回來 然後它會去檢查 這個Snap是不是有正確的安裝 然後它有壓縮 那這個Snap是圍堵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是不是裝到一半我的網段 結果相依的函視庫沒有裝好 結果我的系統就爛掉了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它肯定是 整個Snap的檔案抓下來之後 檢查過內容 確定沒問題才會裝上去 而且因為它這個Snap的格式是一個 是一個squish interface 我們可以做到Delta update Delta updat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可以 例如說我今天有一個 第一版的軟件跟第二版的軟件 中間其實只有改了一點點 在過去apt-get的環境下 你每一次更新的時候 你必須download整個全新的packages 但是在Snap的環境下面 它只會去下載兩個版本 之間的差異性 所以你所需要號的網速或頻關會更小一點 這是蠻大的差別 OK 所以這邊是Snap可以提供的一些功能 我剛才講的那些比較熱門的軟件 因為它是桌面的環境 所以比較多人使用 但是它其實可以拿來 Deliver一些 例如說網路的服務 或是一些命令的服務 或是一個故意的application 你也可以放好幾個不同的process 在同一個Snap裡面 那這個是一個軟件的架構 就是它其實會有一個 我們講說它是一個confinement的環境 是說它會有一個自己 每一個Snap有它自己可以寫入的地方 以及每一個版本的Snap 或就是分Snap的package的name 跟它的版次 它每一個版本都有自己的一個namespace OK 那它只有特定的地方才可以寫入 也就是說其實每一個Snap 在默認的狀況之下 它是不被系統所信賴的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呢 例如說其實在傳統的環境之下 例如說在傳統的classy Ubuntu 我們講說傳統的appget的ubuntu 它其實相對的並不是那麼的安全 怎麼說 因為例如說像s11 你如果在s11 你如果熟悉s11的architecture的話 你會知道只要有一個s的app 它可以access到rootwindow 它就有辦法去聽到每一個app輸入的key event 也就是說它可以做keylogger去錄音 另外一個問題是傳統的環境之下 每一個app它可以access整個file system的所有文件 那也就是說它沒有辦法做到一些個人資訊的保護 那在snap的環境之下 由於它被限制了只有特定的路徑才可以access 所以它沒有辦法去篡改系統 今天假設你有一個snap的package 它是用root來執行的 它很不幸的有一個bug 它被人家hack了 它的破壞只會被局限在它的netspace下面 稍後我會稍微進一步介紹 我們怎麼從技術上來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所以這個的好處是 假設你今天很不幸的 你裝到一個有惡意的軟件 或者是說你某一個軟件你寫壞了 它不會影響到整個系統 它頂多就是這個service壞掉 它沒辦法破壞整個系統 讓系統無法開機 ok下一個 另外一個部分呢 包含了process isolation也是一樣 所以每一個process 它的temp的環境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特別的機制 是interface讓你去在不同的snap之間 不同的process之間去交換資料 但是在默認的狀況之下 你甚至連temp都不可以共享 ok 這是跟傳統的開發環境 有我們大的差別 所以你們在開發的時候 必須要有一個新的comcept 就是我們預設所有東西 都是在一個殺箱內的 所有的軟件都沒辦法 存取到其他軟件的資料 你如果希望不同的process之間 可以互相分享的話 你應該要設計個IPC的interface 然後透過我們的security policy 去互相access資料 那這個部分呢 是剛才我講的security policy 它其實是我們把它定義 它是一個interface ok 所以每一個snap 它都有一個mac的security policy 去define說你有哪些路徑 你有哪些device可以assess 例如說今天如果有一個 剛才我講的 所有的軟件都是在殺箱內運行 可是有時候我們會需要 access到一些硬件的interface 例如說有一個camera的interface 你可能就必須要access到 videoporuninister的device nodes 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開一個 security policy 或說interface 給這個process來用 OK 那這邊是我們在每一個snap 運行的時候 我們會指派的一些環境變數 這些環境變數指定了說 包含了snap的名字 snap的板次 然後它可以access的temper file temper folder 那以及它可以寫入的snap data 這個snap data是pre-snap的config 然後也有一個user data的部分 是可以寫入的 OK 所以各位在設計軟件的時候 都必須要考慮到 如果今天我要寫一個 比如說我要寫一個音樂播放軟體 我需要access我的mp3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確保 你的user data是存在snap data 或snap user data下面 它才有辦法寫入更讀的到 OK 我一邊在講一邊在看你們聊天室的討論 所以有問題的話可以隨時問 好 那我剛才講的這個整個機制 它其實是透過一個demon 叫做snap data system來裝 這個在1604之後 就已經是默認內建在ubuntu裡面了 那它其實會透過 snap data它的功能是 它會來負責圍運 整個系統所安裝的snap 包含了剛才講的 Traditional updates 包含了 Garbage Corrections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有升級新的版本的話 舊的版本會透過snap 來做一個回收 把空間回收回來 那包含了 Interface Security Interface的部分 也是透過snap data confine的這個命令 來設計來配置 它其實有一個蠻大的特別 就是save不只是在ubuntu上面 可以運行的 它是跨操作系統的 應該說跨念的時候系統 OK 所以這邊是有幾個其他的社群 已經可以社區可以支持save 這個新的封裝格式 那如果你想要在這些不同的digital上面 去裝snap的軟件的話也可以 你可以透過我這邊所提供的這個link 去安裝 基本上它所需要的是把snapd 這一個環境 裝到你的digital裡面 OK 所以像比較知名的debent 跟Ubuntu 也是同一個系列的 基本上是可以支持的 那像Fedora OpenSUSE OpenEmbedding 或是Yako OpenWT 這些embedding system 也都可以支持 不過這邊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在做這些軟件的封裝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安全上的機制 是做在內盒上的 剛才所說的這些殺箱的功能 有很多的機制都是做在內盒上的 所以像Fedora 或是像Rehead的環境 它可能default 是用Secure Linux這樣子的機制 那在snapd上面我們需要一個 AddArmode的security 的module security module 那目前 Linux kernel design 它默認只能 enable一個security module 所以就會有衝突 那在Fedora上面的現況 可能會變成 你可以裝snapd 但是它會 煞箱的環境 目前是還沒有完成的 我們之後會有計劃去用Secure Linux 去implement這個殺箱的環境 所以之後在Fedora上面 可能也有機會去享受到 更安全的一個殺箱系統 OK 那接下來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試著去用 Sample這個meaning來做 那我現在可以稍微來 做個演示 好 所以現在我在一個 我的桌面的環境 我把字放大一點 剛才我的slide裡面 有一個url slide之後會上網 所以你們可以透過slide去 看到這個link 這個是一個ubuntu 右手邊這個是ubuntu的教學網站 它雖然是英文的 但是它把命令都寫得挺清楚的 所以我現在講的東西 你們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那snapd基本上 它的用法跟apt很像 OK 所以我可以用savefine去找 一個我想要的命令 例如說我可能想要找VLC 我可以用savefine找VLC這個命令 我把它太大了 再縮小一點 OK 這樣應該好一點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怎麼去安裝 所以我現在可以裝一個 Hello world來看看 它的命令很簡單 它的命令很簡單 就是snap install snap install Hello world 我已經中國了 所以我可以用snap info Hello world去看到我目前裝的版次 那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它這邊有一些 軟件包的介紹 包含它的材料 然後包含它是誰 所有打包的 OK 那這個軟件做完之後 它會告訴你說 現在有四個命令可以用 所以我可以打 Hello 就可以運行這個命令 可能要讓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像 它的默認的環境下 它其實是不能在 在某一些 如果說你這個 這個snap的命令 它需要assess 特定的文件的話 你必須要注意是 它必須要在 比如說home下面 才有辦法正常運行 所以我們常常碰到 有些人 有一個問題是 它在temp 或是在其他的環境下面 去運行那邊 結果運行失敗 那有很多的狀況之下 是因為 它並沒有幫 那個app 可能需要 s當下這個目錄的資料 結果 它預設的殺箱 是不給它允許 所以我覺得默認的話 大家可以在home下面 去運行這個命令 那我現在秀一下 故意的interface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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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ose store 你可以透過這個store 去裝相關的snap的軟件 像這個也是 用snap打包的 所以用GUI的介面 你也可以去安裝snap 透過命令列也可以 那今天等一下會講的東西 一個是桌面的環境 的snap 一個是 Ubuntu code 的部分 Ubuntu code的部分 可能大家都會用命令來運行 不會有桌面的環境 OK 如果有卡的話 大家可以稍微說一下 那大家可以透過這個網頁 那大家可以透過這個網頁 試著去在你的 Ubuntu桌面環境去運行 然後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在這個slide的最後面 我們會有一個交流的頻道 大家可以在這個交流的頻道 上面去發問 如果你有碰到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來介紹一下 Ubuntu code Ubuntu code是什麼呢 所以大家比較習慣的 可能是Ubuntu server 或Ubuntu desktop 我看到Andy有提到說 從軟件包管理器潔癖的視角來看 snap很不錯 沒錯 因為它其實不會拉很多奇怪的軟件 所有的軟件都打包在一個 snap bridge裡面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說 我今天如果安裝了apt gate 會不會影響我安裝了某些PPA 我想要某一個最新的軟件 例如說VOC最新的軟件 它的相異性會不會造成 我的桌面環境運行不穩定 透過snap你就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 每一個軟件都是獨立的 每一個軟件都可以獨立運行 它沒有相異性的問題 所以你就不會碰到 過去可能有些人 例如說我可能在1204的時候 我可能裝了PPA 我想要它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想要用NOTEN SUPPORT版本 然後同時間我又想愛用新的軟件 然後搞了很多PPA進來 那過去很多人會抱怨 Ubuntu不好用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在升級的時候會失敗 為什麼會失敗呢 其實是因為有很多用戶 它拉了一些PPA下來 它做了很多定制 那這些定制其實是整個系統在設計的時候 沒有辦法考慮的需求 而且它的每一個軟件的打包的質量也不一致 所以有時候會造成你在升級上的失敗 那透過snap它就可以完全改善這個問題 這是對用戶的一個好處 但是對開發者還有更多的好處 稍後我會進一步來介紹 那現在我們先繼續的往下一步 Ubuntu Code來解釋 已經有人在問我後面要講的東西了 沒關係 我稍後會提到 Ice剛才問的問題是 安裝環境是打包的嗎 例如說特定的Python 或Node環境 這個問題非常的好 我們稍後會講到 好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Ubuntu Code是什麼呢 Ubuntu Code是一個最小 最安全 一個Transition Update的 Ubuntu版本 它是針對IoT的場景來做設計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特色列表 它是一個最小版本的Ubuntu 是目前最小的 所以一般的Ubuntu 它其實還蠻大的 有時候你在一些IoT的場景上 你可能用的是Netfresh 或是你用的Storage 比較少一點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考慮 那個 操作系統如果太大的話 就會造成你的成本上升 那Ubuntu Code 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的版本 那它有一個 Transition Update的功能 就是我剛才一直有提到的 Snap 它每一次在更新的時候 是一次性的更新 它不會有AppleGate 那種更新到一半就失敗的 一個場景 一個問題 那每一個Application 都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面 下去 安全的殺箱下面去運行的 那每一個軟件包 它可以 你可以很信賴的 很信賴這個系統去做自動更新 或是說做回復 Snap有一個比較大的好處 Snap有一個比較大的好處是 它的每一個版次 都有一個特定的資料的目錄 所以你如果需要做rollback的時候 它只要下一個命令 就可以很快的回到上一版 好 那Snapcraft是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介紹 包含剛才Ice 問到的問題 就是那個安裝環境 打包的時候 所提供的一些功能 是Snapcraft所提供的 等一下會稍微進一步介紹 那另外一個比較大的特色是 Ubuntu Code提供了一個App Store 它其實比較像是軟件倉組 有點像是過去的PPA 但是過去的PPA 不太方便讓你去賣軟件 那Ubuntu的App Store Ubuntu Snap的App Store 它在未來的規劃是希望 可以讓開發者去上傳你的軟件 而且你可以做拆成的 OK 所以Ubuntu Code 它跟傳統的Ubuntu 最大的差異性就是 它是一個All Snap的architecture 什麼意思呢 就是從Bootloader以上 Bootloader包含了像你在 一般的影片上面用的Ubuntu 或是你在PC上面用Grab 從Bootloader以上 所有的軟件都是透過Snap來遞交的 那像Bootloader 或是說這些驅動 它都是包在一個叫Gauge Snap裡面 包含的氛圍 那Kernel Snap也是一個 例如說我們針對某一些 Embedded的系統 例如說像ResportyPi 或者是OrangePi 它可能會有自己的一個Kernel的版本 那透過這個Kernel Snap 可以去專門針對這個硬件去做支持 但另外一個是OS Snap 就是操作系統本身 整個Root File System 它也是一個Snap 所以把這三個Snap放在一起之後 你就可以打包出一個給特定硬件所使用的Ubuntu Image 那在Ubuntu上面會有一個工具叫做Ubuntu Image 可以讓你去下命令去針對你想要遞交的一個Snap 遞交的平台去打包 例如說我今天有一個ResportyPi 我想要做一個監視器的系統 我可以通過Ubuntu Image 去指定我要ResportyPi的OS 的Kernel 和Engage Snap 包含的最新的Base Image 最新的OS Snap 以及我想要打包進去的Webcam的Snap 透過這幾個命令我就可以產出一個印象檔 一個Image File 那就可以直接滴滴到一個SD Card 給ResportyPi用 這個是跟傳統的Ubuntu Classic 蠻大的一個差異型 那也很適合IoT的場景來使用 好 那這個是剛才有提到說 它其實是目前最小的 所以像Ubuntu Server的話 它默認可能還是要829MB 那在Ubuntu Core上面的話 只要300多MB 它其實當然你可能 你跟OpenWRT 或是跟Embed System來講 它可能還是稍微大了一點 但是它其實提供了 像這個SnapT的一些功能 它其實可以包含了 像剛才講的Trenching Update 包含了Security Stand Basing的這些特色 所以容量才會變到這麼大 那在Ubuntu Core裡面 我覺得跟傳統的Casic 有一個蠻大的差異性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在Ubuntu Core上面 所有的文件 包含的OS本身都是圍堵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編輯 EPG下面的文檔 你也沒有辦法用AppleGate去安裝 安裝軟件 所有的功能都是透過Snap這個命內裝 所以在這個Snap裡面有提到 這邊有 左邊是傳統的Legacy 就是傳統的Casic Ubuntu 右邊是Ubuntu Core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把它區分成Snap的部分 分得很簡單 Clone Snap跟Gage Snap就是一個Layer Always Snap是中間這一層 最上面每一個Application 都會被包成Snap package 包含著說的Dependency 都是包含在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這樣子對 我覺得 從最近的一些開發的趨勢來看 一個特別大的團隊裡面 你可能會有好幾個team 針對不同的應用去去開發 那如果在左邊這種傳統文字下面 你可能要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Python2 有一個team team A用Python2 team B他用Python3 有時候他就有一些衝突的問題 那在這個Ubuntu Core裡面 因為每一個service 或是每一個comment 都可以被打包成Snap 所以你可以去把你的相關性 包成一個獨立的Snap 每個團隊之間可以獨立開發 不會互相影響 我覺得這跟過去的環境來講 是一個蠻大的差別 OK OK 好 所以這邊是在講一個 TractionUpdate的部分 所以在左邊是一個 Original Data的Right Area 那左邊是一個原版的Snap 他在upgrade的時候 他會把Snap升級上去 然後原本的資料 會不會保持在系統 能量會不會保持在系統上 方便你可以做Lockback OK 所以像在傳統的Linux上面 你在升級的時候 舊版可能就直接被蓋掉了 被覆蓋掉了 你在你想要當歸其實會有一些麻煩 那在新版的這個TractionUpdate的時候 它包含更新的時候 是指Download Delta Diff 然後資料會被先檢查過之後 才做取代替換 而且原本的資料還是會保留著 所以你可以隨時做Lockback 萬一它失敗的時候 你可以做Lockback 那剛才我有提到說 在Ubuntu Code上面 你的Gage Snap 或是說你的Kernel Snap 都是Snap 包含的OS本身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幸的 你把一個Kernel改壞了 但是你Publish出去 造成某一些機器再起不能 Ubuntu Code的設計是 它會自動Lockback到上一版 OK 所以它在每一次升級的時候 會有一個自動測試的機制 測試說這個新的Kernel Snap 能不能正常開機 不行的話它就回到這一版 所以你就可以降低那種 你部署了上萬個Ubuntu Code在外面 結果你升級失敗 造成他們變專了 你得派人去修復的問題 透過Ubuntu Code你可以避免這個場景 這個風險 好 那我這邊稍微跳快一點 剛才Lockback也有稍微提過了 好 那這個是confined environment 所有的軟件都是被 被沙箱所隔離的 然後他們都有獨立的寫入的環境 那接下來來進一步的來提到說 剛才我講的這些沙箱 跟它的安全機制怎麼設計的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 在裝在Ubuntu上面的一個軟件 基本上會有幾個類型 大概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 它是Based Assistant OS 它是最基本的抽出系統 OS Snap 它基本上大家都一樣不會更動 第二個部分是它針對硬件的本身 包含它的氛圍 包含它默認的GateDriver 包含它有哪些用哪一版的Kernel 這個是OEM所提供的一個Snap 那第三個部分是 從商城所裝的Snap Package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們可以把軟件分成這三個類型 所以我們在Ubuntu上面的Trust Model 它基本上是 一個Application的Snap 它是不可以存取其他的App Application的Data 那它也不可以去存取用戶的資料 那它也不可以去改動 基礎OS的文檔 所以這是我們所定的一個Trust Model 定義 每一個Application的Snap 默認是不可以被信任的 除非它在打爆的時候 有指定相關的安全的Policy 好 那我們怎麼做到這樣子的一個機制呢 所以這個殺箱跟隔離的功能 其實我們用了很多的內核的機制 其中一個是AdArmor 它是一個Mac的System 所以它可以去限制說 有哪些路径 或是說有哪些Device Node 這個Process可以Access 那第二個部分是Camp Camp是限制每一個Process可以Access 哪一些System Code 所以包含System Code部分也可以被隔離 那第三個部分 是從Kernel的部分 去做Device C Group的控制 所以每一個Sample 都有一個自己的C Group 那進一步的Detail 大家可以從CMP Confinement 這個Wikipage來看 這邊只給大家一個概念 很快帶過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軟件的 軟件包的開發者 你是Application的開發者的話 你大概不需要注意這些細節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Device的Enabler 或者說你要Porting 一個新的硬件平台的話 你就必須要知道這些細節 因為有一些像AdArmor的Page 你就必須要把它Port到 你現在的內盒上面 那今天不會再進一步講 因為這邊已經Porting的部分 超過今天的Scope 所以這個是剛才一直提到的 Confinement的一些限制 所以這邊是幾個用戶可以寫入的環境 入鏡 OK 那剛才我看到CJ3230 問了SnakeBow的打包介紹 接下來就進到這一個重點就是SnakeCraft OK 包含剛才Ice問到的安裝環境 好 那SnakeCraft是一個新的打包工具 所以如果你之前用過DevicePackage的話 你可能是用TPKG這個命令 來打包DevicePackage 那SnakeCraft是一個全新的開發工具 它為的目的就是要簡化整個開發的環境 那SnakeCraft IOR是這整個項目的網站 你們可以到這個網站上面去看到 相關的教學跟入門 OK 那我今天會很快的帶過說 你該怎麼使用SnakeCraft這個命令 當然不會進一步手把手的教學 因為時間不是很夠 好 那SnakeCraft IOR它的一個設計的概念是 我們在Ubuntu裡面 Ubuntu其實是基於Devm 那以及其他的一些軟件的機制 那在目前現在這個軟件的開發的潮流之下 其實很多狀況之下 我們希望可以重用 已經在Devm Archive 或是Ubuntu Archive裡面的這些軟件 那剛才艾斯有提到說 那我也會需要特定版本的Python 或特定版本的Node.js 對吧 那我們會 我們希望SnakeCraft可以解決問題 就是我們是不是可以讓開發者 很容易的在他們開發的時候 拉到他們所需要的開發環境 包括我需要最新的Node.js 是不是可以很快的拉回來呢 那SnakeCraft的功能就是 我們把每一個不同的 比如說我Python Node.js 都把它當作一個Upstream的Project 那我們在這個SnakeCraft的定義裡面 我們會定義說這是一個 Part A、Part B、Part C 然後去拉他們 這邊會有一個流程的介紹 所以大概我們簡單講 它會分成這四個程序 第一個是Pool Pool的功能是 其實Pool的部分 我們會去用 會有幾個不同的來源 第一個是 它可能是Deb and Packages OK 剛才 現在有人反應 那個收看好卡 我現在看起來網路是正常的 如果還是卡的話 請大家再回報一下 好 那第一個流程是Pool Pool是什麼呢 Pool就是從不同的Project 去把相特定的版本拉下來 那剛才有提到說 Python 或是說像 Node.js 甚至GoLand 或是Rust 他們現在這些新的開發語言 他們都有自己的 他們都有自己的 下載的機制 那這個 我們做了一個 一個功能叫做 ProbIn ProbIn功能是 可以讓人去把相對應的 比如說它可能是 放在Github上面 它可能是用 Node.js的Package format 去打包的 那透過Pool 透過Pool 裡面的定義 你可以去拉不同的軟件包下來 那第二個程序是Build 在它拉下來之後 它會用 Python的Build 的System 去把那個Project Build起來 那第三步Stage Stage是把每一個 Build出來的檔案 再拉到同一個環境下 然後第四個是 把它組成最後的Snap OK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我這邊有幾個範例 就是 剛才說的Pool 然後Stage 跟Snip的機制 所以最左邊 我們可能會從不同的Project 拉不同的代碼下來 那在Stage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 點A 或是那種 在Build time所需要的File 那在最後的Snip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移掉 那指 遞交所需要的binary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概念 就是 我們會把每一個Project Define 成一個Path 那每一個Path下面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CAM 它是Golan寫的 它是一個Web server 那我們可以透過 Go 這個BlockIn 去把這個 模塊拉下來 然後把它Build好 那上面寫的Stage Package 是它所相依的binary 那第二個Part 這個部分 是它的Webcam的WebUI WebUI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Copy這個Project 就是把文檔拷貝 到特定的目錄而已 OK 那剛才我提到一個 BlockIn 這個是目前在Syncr 回面的時候 Support的幾個BlockIn 所以有蠻多常見的 都已經支持的 包含剛才提到的 Node.js 包含了 Golan Python2 Python3 這些 XCOM CMAC這些常見的Build System 都已經可以支持的 那你也可以 如果今天你所需要的 我覺得這邊 根據自己的開發經驗 已經cover到 最大部分的Build System 但如果你還是有需求 需要去支持一個特定的 Build原本的話 你還是可以自己寫一個Cousin的Project 它其實蠻有彈性的 那透過這個Syncrf list 你就可以列出 目前所Support的Project 這個Syncrf本身也是開源的 所以你們可以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 特別 覺得特別需要的Game 你也可以去回饋到 這個Github的箱簿裡面 那我們會去Review 然後把它收進Syncrf OK 那這邊很快再帶大家看一次 整個流程 第一個Pool的部分 就是把 不同的Project的代碼拉下來 然後可以去Build它 然後做Staging 然後最後打包成Syncrf 那我現在很快的 帶大家來看一下操作 好了 OK Lab Demo 希望可以成功 像Syncrf這個命令 這個打包的工具 它本身就是一個Syncrf 所以你可以用Syncrf 所以你可以用Syncrf Syncrf 然後 然後 Classic Syncrf 來安裝它 OK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用E604這個版本的Ubuntu Desktop來開發 會比較順暢 那你看到這邊有特別指的一個一個參數叫Classic Syncrf 這個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DISABLE Syncrf 就是不要讓 就是這個 這個軟件是希望它不被殺箱所限制的 因為Syncrf它需要很多的權限 所以為了開發方便期間 我們基本上是用Caskey來裝它 會比較簡單 那它有帶了一個命令叫Syncrf 它是一個Tutorial的意思 所以你們可以到這個網頁上去看 去看教學 然後我剛才打了這個Syncrf 的命令之後 它會開一個目錄 那我現在到第一個文件夾下面 我們到最簡單的EasyPod 那它裡面幫我們產生了一個範例 叫SyncrfDiamel 我們來看一下它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邊是一個Hello World的範例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寫的 第一個它的Source 是在一個WebSite上 它用AutoTools這個Build System來編譯 然後它裡面只有一個命令叫 Hello Confinement只是Street 然後這邊有一些基本的資料 包含它的宅邀 包含這個軟件包的介紹 那打爆發其實很簡單 所以你只要在SyncrfDiamel 這個目錄下面打Syncrf 它就會去運行所有的命令 那你也可以打Syncrf-h 它這邊會列出一些更進一步的命令的解釋 所以它這邊會需要一個Build Dependency LeapTLD-dev跟LeapTool 就是Build Hello World的時候所需要的 不好意思這個在演講前沒有先亂過一次 所以它還是會裝這個相應性 那剛才Syncrf我打的沒有加任何的參數 它是會把SyncrfP跑完 包含了SyncrfBuild 然後包含了 剛才我講的那四個Stage它都會做 所以如果你想要主意的跑的話 你可以打SyncrfPool SyncrfBuild 然後Syncrf Pool Syncrf Build Syncrf Stage 跟Syncrf Step 所以我剛才只打了Syncrf 其實它會運行下面這幾個命令 OK 所以這樣我就裝好了一個Hello World的 我就包好了一個Hello World的Syncrf 所以可以看到它是Syncrf 然後我可以去裝它 我貌似有裝Hello的 好 因為我們在裝Sample的時候 它默認是從Store上面裝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裝一個LocalSample的話 它擔心 我稍微進一步解釋好了 所以你所有的Syncrf Up到Store上面的時候 它會做一些安全性的檢查 一些自動化的測試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 要用太大的權限的時候 我們的Secure Team 會要求你說明為什麼需要這麼大的權限 那 為了要防止說你不小心安裝到 不安全的軟件 所以你在裝Local的Syncrf 你必須要加一個Dangerous的這個 這個參數讓你才能裝 好 所以裝完之後 它就會裝在一個Syncrf hello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裝在這個下面 所以我打Syncrf hello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裝的版本 OK OK 好 我現在回到Tool的這一層 太多了 我先把這個清掉 clean Secure Clean可以把剛才View的東西清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Syncrf2的時候它會產生出這幾個範例 那今天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逐一的走完 但是大家可以把每一個範例都稍微看一下 它裡面的文章都還蠻清楚的 所以剛才我驗證的那一個01 Easy Start 這個只有一個Hello World 它沒有用到任何的Path 那像0的Path 這邊就會做一個更進一步的 包含的說 我可能要用 包括剛才的Hello World 以及Bash 兩個命令 所以每一個目的下面都有一個 一個進一步的介紹 然後大家可以再進一步去看 OK 好 所以大家可以剛才的示範就是Create 第一個Snap 那這邊有一些更進一步的參考資料 大家可以進一步做 我覺得那個Tutorial還蠻好的 就是它會有一步一步的教學 雙八手的教學 然後也會解釋一些背景資料 那雖然它是因為你只要看那個命令列 你可以造的執行 就可以做完 所以它會在這邊列有兩個link 第一個是Hello World 第二個是Python Application 所以透過這個流程 你就可以知道 怎麼打包一個Python Application 那下面還有一個 Nodejs的Service 這個剛才都有人問過 如果你們希望可以 學到更多的打包方式的話 看別人的代碼最快的 所以下面這個link 是Github的link 你可以找FileNamesSnap.yaml 的檔案 上面應該有上百個吧 上百個不同的App 你可以參考 然後看它們怎麼寫的 那裡面有一些 相當複雜 然後相當有趣的Snap 包含剛才我舉的範例 像微信的這個應用 它的代碼要放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它怎麼打包的 OK OK 好 我的時間還剩下10分鐘 那接下來的部分 我稍微提一下兩個比較有趣的服務 所以剛才在講是在本地端開發 那我們其實很多時候會希望它有一個 現在的開發的狀況是我們希望可以持續遞交 然後快速迭代 這是當下軟件開發的一個潮流 那為了要符合這個應應這個潮流 Keronico提供一個build service 叫build.snake.io 大家可以到上面去開一個帳號 那它的功能呢是 它的功能是可以讓你去Github上面自動拉你的reportory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cohost在Github 那每次你扛平的時候 它都會自動把它拉下來 然後build 然後updow到store上面 所以整個的開發的流程是全部自動化的 那它可以build MHF跟AMD64等等的幾個platform OK 所以很鼓勵大家進一步玩一下 它的操作介面其實相當簡單 如果你們曾經用過其他的CI2或Junkins的話 會發現這個build.snake.io 根本就太簡單 我甚至不需要怎麼解釋 OK 那另外一個我們提供的功能是在LargePay上面 LargePay上面的話就又更複雜了一點 就是它可以讓你去用Bazza或是Git LargePay現在有supportGit的囉 你可以用Git去host你的call 那你也可以去在LargePay上面去mirror 去mirror你在Github上面的Git repository 那在上面也是有CI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去build不同的版本 但是它比build.snake.io更更進階一點 就是它比較複雜 那它包含了你可以在哪一個BazOS上面去build你的snap 以及你需要去用build哪些architecture 所以在這上面所support會更多 會超過默認的那四個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玩一下 然後上面有這個link可以看到進一步的教學 OK OK 那如果大家 我還有五分鐘的時間 所以今天只能 只能解釋到 就是給大家一個概覽 然後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用snap 以及跟windle call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那在最近我們會有兩個活動 也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我先介紹 好介紹完活動 然後大家有問題的話 現在可以開始發問 然後我會注意的回答 那第一個活動是在下個禮拜 在深圳的南山 跟深圳灣的活動一起舉辦的 那我們有幾個來自其他公司的小夥伴們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透過ubuntu call 來開發一個IoT的Device 那這些公司有像Orange Pi Crazy You 跟UC Robotics 所以如果你在深圳的話 那你對 透過這些開發板 來開發IoT的應用感興趣的話 歡迎你在9月1號的時候來參加 那可以透過線上來報名 OK 那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比較最近的活動 是9月9號到9月10號的 黑空中大賽 是在江蘇盧高 那這個是跟工信部的 軟件與基層電路出運中心 攜手在盧高開運空間所辦的Hacksong 那在今天的介紹裡面 有很多的細節 我們沒有辦法解釋得很清楚 那如果你來參加這個Hacksong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 手把手的來解決的問題 或是教你怎麼去做這些打包你的軟件 OK 那這邊是幾個相關的官方的資源 所以右手邊這個是 Ubuntu 如高黑客松開發者社群 社群 那這個 這個微信呢 我們會開到那個黑客松前 所以如果你今天 聽過了今天的分享 你想要動手做碰到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加入這個 微信群 然後在上面發問 然後我們也可以回答你 那官方微博上面 你也可以來跟我們 做一些交流 那這邊是其他的英文的資源 所以Morland的話 其實Ubuntu有很多開發者 都是來自歐洲 或是海外的一些開發者 那如果你的英文沒有問題的話 鼓勵 我很歡迎各位 就是盡可能利用這些材料 因為有一些co-developer 他會在 MusualForents.com 上面 看所有的討論 所以如果你有 你發現了有一些你的需求 Ubuntu Co 好像還沒辦法滿足你的需求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詢問 那我們可以去答覆你 或者是 如果真的沒有你的需求的話 我們可以在 下一版的產品的計畫裡面 把它加進來 來開發 所以 如果你會講英文的話 這個地方是 跟 核心開發者 交流最好的機會 那如果你只會中文的話 剛才這些 黑客送微信群 也是一個很好的 交流的地方 我會掛在這上面 來盡可能的 回答大家的問題 好 然後這邊是我個人的聯絡方式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來這上面詢問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 討論裡面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是 我看到有人問說 Ubuntu Touch 是不是可以用 QT Widget開發 然後你不想用 QML 答案是可以的 等一下 你說是Ubuntu Touch Ubuntu Touch 現在的限制 應該說 Ubuntu Touch 這個項目 目前 Kernico本身是已經不 繼續支持了 所以現在是有社區 再繼續支持這一個項目 那在之前的版本 在最後一個版本的時候 Ubuntu Touch 還是不能用 QT Widget開發 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它的 Software architecture的架構 其實是不兼容的 因為QT Widget有用到 其他的QT Component 是沒有辦法 在原本的 Display Server上面 去直接使用的 OK 看大家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或者說大家有 你們看完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更 進一步想要學習的部分 也可以先提出來 那我們可以考慮在接下來的 線上的分享來進一步的介紹 因為今天有很多的細節 我只能 點到為止的介紹而已 就沒有辦法很深入的介紹 因為時間只有一個小時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再 進一步的來 來介紹跟解釋 那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盡可能來報名參加 就是下禮拜在 在深圳的活動 以及 在盧高的黑客送大會 很希望可以見到大家 然後大家一起來 來 黑 Ubuntu吧 好 所以我現在沒有看到其他的問題 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我們時間也到了一個階段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 就到這裡為止 那 我稍後會 會做 離線的抽獎 那抽完獎之後 我會把 資料 給我們的主持人 那他會透過郵件的方式 寄信給大家 然後我們會送 三件T恤出去 好 感謝各位的 參與 也謝謝各位提問 那今天的活動就到這裡 各位晚安 拜拜 來 拍攝